第十三集 在山下的公路上傻傻地走了两个多小时 我们连一个路牌都没见到 心里开始打鼓了 这条路是不是有点不对呢 正常来说只要是公路 别说走两个多小时 就是走上二百米大小也得有个指示牌吧 而且刚刚我们视为目标的那处有灯光的居住的地方 似乎 似乎这距离一点也没缩短呢 不过我并没有把这些怀疑说出声来 正在这会儿 忽然远处的弯道上闪过了一束灯光 过了几秒那灯光又闪了一下 灯光扫过几个弯道之后 有辆车朝我们驶来 靠在我身上几乎摊成一滩泥的萧萧 忽然间就有了力气 啊 有车来了 有车来了 那辆车车速并不快 在看到我们伸手示意停车之后 车速明显减缓 车里的人显得有点犹豫 这速度慢得好像是要停下了 却又像杀不住似的 借着惯性慢慢的向前移动着 就这么磨磨蹭蹭 慢慢悠悠的开了几十米 最后到底是在我们眼前停了下来 这是一辆白色的金杯面包车 右侧车窗放了下来 从里面探出一个圆咕隆咚的大脑袋 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面带狐疑打量着我们 喂 朋友 你们是干嘛的 不好意思 我们是进山旅游的 迷路了 不知道你们方不方便 带我们一段啊 哦 圆脑袋硬了声缩回头去 似乎在和驾驶室里的司机商量 没一会儿又探出脑袋来 上来吧 哎呀 谢谢 谢谢 我们三个人忙不迭地道谢 拉开后门钻入车内 才进车我发现 这辆面包车是经过改装的 正常的金杯面包是十一座的 而这辆车仅仅保留了前排和后排的五个座位 而再往后则被铁皮封住 把整个车子分成了前后两截 大概是嫌铁皮不够牢固 还在铁皮前边焊了一道铝合金蓝 也不知这铁皮另一边的后车厢里 放着什么东西需要这般严加防范 肖肖一上车整个人就瘫倒了 哎呀我的天哪 总算是坐上带靠背的了 我说你们几个兴致可够高的呀 你们就是那个叫叫叫什么 叫叫驴友是不是 圆脑袋扭头咧着嘴冲我们笑着 没错 我们就是进山玩来着 没成想在山里迷路了 绕了大半天 这不到半夜才找到路下山的 幸好遇到你们 实在是感谢 实在是感谢啊 这时司机忽然转过头来 你们要去哪啊 司机是个黑胖子 看起来比圆脑袋年纪稍长 嘴巴很大 嘴唇很厚 下巴上还有没刮干净的胡茬 脸上咯咯答答的泛着油光 看上去像是好多天没洗脸了 到我们也说不好 就到前面吧 只要有人的地方把我们放下就行 有人的地方 黑胖子确认似的重复了一遍 你们在这路上等了多久了 等我们可没等 走得也不快 强强厚厚厚有两个小时了吧 在遇到你们之前 一辆车也没看到过 说实话 连个路牌路标也没看着 我还觉得奇怪呢 我这话刚说完 就发现黑胖子和圆脑袋 飞快的对视了一眼 两个人的表情都怪怪的 原脑袋干咳了两声 嘴巴动了动 像是想和黑胖子说点什么 可最终什么也没说 只是打了个眼色 黑胖子会意识的转过脸去 直视着车窗前方 手指在方向盘上 有节奏的敲击起来 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 车子非但没有启动 还熄了火 我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 这辆车也好 这两个人也好 给人的感觉是古古怪怪的 尤其是那个司机 黑胖子 一脸横肉 怎么看都不像好人 我顿时警惕起来 右手悄悄地伸进口袋 握住了那把刚刚救了命的小刀 我说帅哥 怎么还不开车呀 啊 哎呀 美女不瞒你说 其实我们两个 也迷路了 圆脑袋的话 让后排的我们仨都吃了一惊 你们也迷路了 圆脑袋苦笑了一下 摸了摸圆乎乎的脑袋顶 哎呀 在遇到你们之前 我们在这路上 都跑了好几个小时了 这条路嘛 感觉是眉头眉尾一个样 非常邪门 我有点不太明白了 圆脑袋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眉头眉尾呀 我看了看潇潇和阿水 俩人同样是一脸的疑惑 圆脑袋从驾驶台上 拿过了一盒香烟 打开盖递给我们 纷纷道谢 说不用 圆脑袋缩回手去 自己点起一根 用力的作了一口 把这烟盒又扔回到驾驶台上 怎么讲呢 你们刚才说 在这路上走了将近两个小时 一辆车都没碰到过 还有那个路牌啊路标什么的 也没看着是吧 我点头说是 圆脑袋拍了下座位的靠背 我们也是 我们在这路上 生生的跑了几个小时了 什么人呢 车呀路牌啊 一样没看到过 啊对了 除了刚刚遇上你们 圆脑袋吐了一口烟雾 抱歉似的笑了笑 接下来我们从圆脑袋嘴里得知 原来黑胖子和圆脑袋是江西人 这黑胖子姓武 圆脑袋姓杨 俩人出公差 去到广东某地 图京这里 本来高速上跑得好好的 不料高速路前段有事故堵上了 被分流下到了国道 在国道上跑了个把小时 中途下车解了个手 之后不久就发现 这路不对了 不瞒你们说 遇到你们之前 我们已经跑了四五个小时了 说实话 就刚才看见你们招手 我们还以为 还以为你们呀 圆脑袋这话 始终是没说下去 黑胖子在一边打着鞭鼓 黑黑笑了起来 我发现这黑胖子笑起来 嗡声嗡气 憨的憨的 你们以为 以为我们是什么呀 潇潇也跟着乐了起来 那你们发现不对劲 怎么不掉头往回走啊 掉头了 现在我们走的方向 就是掉头以后 就跑了 也得有两个来小时了 黑胖子说完 圆脑袋又把画揭了过去 可不嘛 我们就这么跑来跑去 这两边的景也没什么变化 除了山就是山 这条路算是没头没尾了 怎么会这样啊 谁知道啊 就这么跑 连盏灯都没看见过 没想到 还能遇到你们 哎我说 哥几个已经这样了 也就问问你们 你们是人吗 这当然了 开什么玩笑 那你握握 我这手还热着呢 潇潇笑笑着 向圆脑袋伸出了右手 开玩笑 开玩笑的 圆脑袋和黑胖子 也同时笑了起来 说笑过后 我把我的疑问说了出来 不过还是有不对的地方 我们在下山之后 当时是看见有灯光来着 我们是奔着这灯光走的 啊 有灯光 哪个位置呀 就在 大概十几公里远吧 呐 身后那个方向 我们走了 这得有两个多小时了 灯光靠左那边 不过隔得很远 我们不就是从那边 开过来的吗 没看见有灯光啊 圆脑袋这会儿 是跟黑胖子 对这路线的 会不会是你们没注意到 哎呦 不可能兄弟 绝对不可能 就算是有只萤火虫 我们都能发现了 这一路上 四只眼睛都盯着看呢 一直没吭声的阿水 忽然开枪了 你们说 我们会不会走到阴路上来了 阴路 哎朋友 你说这个阴路 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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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走的路 阿水说着 把脖子 努力的向衣服里缩着 他有这个习惯 一害怕就缩脖子 我以前听人说过 人走夜路 有时候会误打误撞的 走到阴路上 然后就怎么走 都走不出来了 走到阴路上来了 朋友 有什么办法 能走出去啊 这 这个 这个 我就不晓得了 阿水摇了摇头 黑胖子 也没什么主意 没再说什么 自顾自的点了一支烟 吸了起来 哎哟 大嘴啊 现在怎么办 咱是继续走啊 还是 哎呀 原来这黑胖子 叫大嘴 从这相貌看上去 倒真是硬性 问我怎么办 我呀 随便 这大嘴说着 吐了口烟圈 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 朋友 那你们觉得呢 原脑袋又过来 征求我们的意见 我问萧萧和阿水 俩人都说不知道 我也没有主意啊 车里开着灯 车窗外面 看上去是乌黑一片 放下车窗 才能看清楚 外面淡淡的月光 路本身 看不出有任何奇怪之处 与普通的公路 没什么良样 旧旧的柏油路面 路边灵星的 长着几棵小树 路两边是空旷的荒地 荒地的尽头 是连绵起伏的大山 实在不行啊 咱们就熬到天亮 好歹这会儿人多了 聊聊天 抽抽烟 很快就天亮了 黑胖子 把胳膊伸出了窗外 弹了弹烟灰 听他的口气 好像天亮之后 这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不知道他这心 是不是跟他的嘴一样大 哎 兄弟 你就那么确定 天亮之后就没事了 不确定 不过天亮了 总比天黑之好啊 你说对吧 哎呦 看来 你们很淡定啊 嗨 有什么不淡定的 圆脑袋听着 也是黑黑直论 我们以前 也遇到过这种事 没什么的 哎 你们是不是经常跑长渡啊 这种事 常遇着吗 萧萧听了圆脑袋的话 顿时来了精神 身体向前倾 双手扒在前座的靠背上 一脸的好奇 长途经常跑 至于这种事 说常遇到也不是 不过 总遇到过那么几回吧 那都和现在一样吗 你们是 是怎么过去的 大差不差吧 我们那边呢 管这东西叫鬼打墙 一般呢 没什么问题 只要等天亮就行了 圆脑袋解释完 随后又看着阿水 不过 刚才这位兄弟 说的什么音录啊 倒是挺吓人的 感觉这是走到鬼的地盘上来了 阿水听了 极不自然的笑了笑 一副正襟危坐的模样 根本没有结茬 萧萧的表情 则是像见了一万条蠕动的马皇一样 这么说 这个世界上 真的有鬼了 黑胖子叼着烟屁股 冲圆脑袋笑了笑 这东西啊 这东西 你信就有 不信呢 不信也会有 要不咱们再往前走走吧 咱们人多阳气吗 搞不好啊 还能撞出去 圆脑袋咧着嘴笑着 又提供了 又提供了一个方案 黑胖子 倒是有点乐不可知了 还撞出去 你这意思 是想突破一下啊 对 咱们突破一下 人多呀 好 听你的 那咱们 就突破一下 大嘴的屁股在座位上颠了颠 拧下车钥匙 汽车 轰然发动 听着俩人的对话 萧萧看着我 嘴巴微张 眼睛瞪大 这眼神好像是在说 这俩人的脑袋 是不是有毛病 我笑着对黑胖子和圆脑袋 一时也想不到 更合适的说辞 本想苦中作乐 只好冒出来这么一句 哎呀 我说 两位兄弟 你们倒是 临危不乱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兄弟 我和他 平时总跑长途 路上也没事 哎 兄弟几个平时 就爱开开玩笑 让你们见笑 见笑了哈 车辆在往前挪动着 萧萧侧身 敲了敲那铝盒金矿 哎 你们这车是改过的对吗 这后边干嘛的呀 装货的 哦 装货 萧萧又看了看这铝盒金矿 装什么货呀 怎么隔的 看警车似的 这个嘛 问到货 圆脑袋倒显得有点犹豫 他看了眼黑胖子 黑胖子只笑 并不说话 这货可不好说 说出来啊 吓着你们 不过你放心 我们都是好人 这后边装的 绝对不是什么 违法乱计的东西 大概是看到 我们有些疑虑 圆脑袋赶忙解释 他不解释还好 这一解释 反而 让我们更好奇了 这后边 装的是什么呢 好奇贵好奇 可是依然不方便再问了 我扭过头 看了看分隔矿 这矿边上 有一条缝 缝里边黑乎乎的 什么都看不清 不过 隐隐的 有一股不好闻的怪味 从缝隙里传出 车子开得并不快 圆脑袋打开了音响 放起了音乐 我感觉很困 却又不敢睡 萧萧在一旁 打起了盹 阿水 则依然是精神十足 扒着车窗 向外看着 脸几乎整个都贴在了玻璃上 我有点支撑不住了 眼皮子重的 跟灌了牵似的 一坠一坠的 忍不住 要闭合了 好像过了很久 又好像没过多久 后车厢忽然传来了 咚的一声闷响 把我惊醒了 圆脑袋也猛地转过身 什么声音 好像 好像是这后边传来的 我话音刚落 车陡然停下了 萧萧受惯性作用 身体向前一冲 也醒了过来 啊 怎么了 黑胖子关掉音响 示意大家先不要出声 车厢里 顿时陷入了一片死寂 很快 后车厢又起了动静 稀稀素素地 紧接着 我听见身后的铁皮 发出吱吱咯咯的声音 像是有人 用指甲在挠铁皮一样 笑笑呼地一下坐直了身子 后面有人 听闻这话 圆脑袋和黑胖子 脸色顿时就变了 圆脑袋仿佛已经忘了 自己是在车里面 面向我们猛地站起身来 那架势 像是要朝后排扑过来 只听得动的一声 他的脑袋撞在了车顶上 我飞快地从口袋里 掏出了那把 一直握在手里的小刀 你们要干什么 圆脑袋见我手里有刀 当即愣住了 那黑胖子大嘴也是一愣 你要干什么 我 问你们呢 你们要干什么 这后边 装的是什么东西 从上车起 我就觉得 这车跟这俩人都怪怪的 现在看 果然有问题 阿水手中 那个尖锐的树叉 一直没扔掉 此刻 他也举着树叉 尖头对准了黑胖子和圆脑袋 对面的两个人 则是两手空空 从当前的情势上看 我们是占了上风了 我不想管闲事 我们现在就下车 不管后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只当没遇到过你们 我对黑胖子说着 同时心里已经认定了 这俩人肯定是干了什么 违法乱计的勾当 正琢磨着 我一只脚 已经迈下了车外 谁知那圆脑袋 话锋一转 他哥 要不咱们